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嘉芬所批评的这些内容 其实早已经被证实 这是三年前满天心素人连线的抗议影片 而教育部长潘文中也对此出面澄清 这些恶意的污蔑供给 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的公众人物 也在公开的场合不查 然后就直接转述 其实是另外一个令人非常的遗憾 每一本的教科书经过这样的程序 绝无所说的小三交 小六交 等等的这些不合适的这些内容 韩国瑜竞选总部在晚上十点多发出声明稿 感谢教育部的澄清 让外界了解现在的教材内容 不过隔了没多久以后 又再发出另一封声明稿指出 去年高雄市一名国小教师 在课堂中交受同性关心的事情 结果有家长到警局备案 李嘉芬在声明稿再次 炮红教育部的回答 无疑是自打嘴巴 对于这件事情立委管碧林则是形容 韩国瑜夫妇真是一对金氏夫妻 网友也在下面留言道 什么锅配什么盖 假的评仙夫妻真的权贵神仙伴侣 还有人说可以去演警示剧场了 立委王定宇也再三表示 学校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课本 而且在李嘉芬弄清楚以后 也至少要公开道歉吧